大家好,爱吃一对小猫君又要大家见面了 近日演员孔孝珍接受好友的邀请出演了YouTube的一档节目 在节目中,她首次分享了自己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孔孝珍在节目中表示,在遇见现在的丈夫之前本来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不打算步入婚姻 但是遇到Kevin之后,她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对方对于她来说是天使般的存在,甚至在自己的手机里面都把她的名字存储成Andrew 看到孔孝珍如此这么幸福的样子,网友们都纷纷表示 她简直是丈夫傻瓜,真的嫁给了爱情 在此之前,孔孝珍也曾经有过几段为观众所熟知的恋情 当时大家也都以为会开花结果 不过孔孝珍这次就表示,对于之前的几段恋情自己也是不看好的 还坦言自己很难喜欢上谁,认为自己并不适合结婚 节目中,孔孝珍的好友也认识了Kevin很久 所以两人公布恋情的时候,她也不是特别惊讶 觉得两人确实是非常般配的 还表示,男方即使是喝醉酒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很替他们开心 孔孝珍结婚之前,大家都担心她是恋爱呢 但是从她接触采访的状态可以看出,她对于自己的感情是非常认真的 但还是让一众粉丝们感到了奇怪 毕竟之前孔孝珍传出Kevin恋情时 就曾说过,认真恋爱中,但不打算结婚 也从不秀恩爱,很低调 并且孔孝珍一直都是一个洒脱的人 无论在外表打扮还是性格作风 不为世俗所困扰 去年结婚的日子也让大家很震惊 可以说毫无征兆 是什么让孔孝珍突然改变了不婚的想法呢 小十岁的男友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这位向来洒脱的女神愿意安定下来呢 还记得去年悬宾孙一珍的世纪婚礼 办多个娱乐圈都去了吗 悬宾和孙一珍在婚礼上的深情告白 看顾了所有碎皮粉 值得注意的是,孙一珍把捧花扔给了好友孔孝珍 大家本来以为只是个巧合 没想到却炸出来一个大褂 隔天就传闻称孔孝珍要结婚了 惹得吃花群众一脸的问号 傻手谈恋爱的,这男的谁呀 相比于国民姐姐孔孝珍 这位男朋友听上去有些素人 但是她来头也不小 这位是韩裔美国歌手Kevin Wu 一位90后,今年32岁,比孔孝珍小了整整10岁 是毕业于长青堂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经济系的高材生 在韩国参加歌手选秀节目出道 还走了乐队,目前是一位韩裔美籍歌手 咱就是说,光看颜值很难不爱 而且人家不但年轻帅气,还挺有才华的 2015年参加选秀节目入圈 获得Superstar K7比赛的冠军 之后还参加了超级乐队 音乐事业发展也相当不错 学习,他俩已经悄悄恋爱两年多了 这次恋情被爆后 网友发现其实早在2020年 孔孝珍就曾在节目上提到过Kevin 期间还发文为他的新歌打卡 悄悄秀了一波恩爱 说起来两个人也是真低调 在一起两年,公开恋情也有半年多时间了 竟然没有公开过一张合影 大家只能自行脑补两人的甜蜜时刻了 又是赏婚,又是年下小男友 恐怖力是要翘翘干大事的节奏呀 然而不到半个钟 他就通过经纪公司做出回应 确实在交往,但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不过按照以往明星们的结婚流程 不出意外的话,这就快了 毕竟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 谁会随随便便接捧花呀 而且网友们都猜测 孙一珍作为好友应该知情 所以才把手捧花给他的 结果不到半年,孔孝珍就官宣结婚了 只是即便结婚了 孔孝珍对于这位小十岁的男友 还是保护得很好 10月11日,孔孝珍和丈夫 在国外举行了非公开的小型婚礼 双方只邀请少数亲朋好友参加 圈中邀请的朋友很少 只有郑立远和颜志远等人出席 这场明星婚礼在美国纽约举办 全程极其低调 新郎跟新娘连婚纱照都没有公开 现场情况更是相当神秘 无法在网上找到任何一张宾客合影 而孔孝珍本人只发布与父母 在婚礼现场的合照 老公不见人影 不过CP粉们可要站在枪角哭一会了 孔孝珍作为韩剧女王 CP粉巨多 而且每个CP粉都许愿 希望她能和自己的CP成真 原因就是 她无论跟谁搭档都非常般配 孔孝珍1980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早期还当过一段时间模特 并在广告圈和杂志圈 销有名气 不过为了更好的发展 选择进入娱乐圈 1999年获得机会出演恐怖片 《女高怪谈2》正式出道 虽然只是配角 但她却有着不俗的表现 两年后拍摄第一部电视剧 《华丽的时代》 实验一位内心深沉 个性开朗的岩石 凭借出色的演技 夺得百想和SBS的新人演技奖 在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中 库孝珍搭档无数男性 在饼干星星堂里和恐流演情侣 至今让他们俩结婚的呼声还特别高 其次呼声比较高的就是她和赵银成 他们曾在没关系 是爱情爱丽 饰演情侣 剧中的两人真的是配一脸 满瓶的粉红泡泡 她还在最佳爱情里 和车胜员饰演过一对欢喜冤家 也圈粉一大波 在主角的太阳 搭档苏之谢成了经典屏幕情侣 当年这部剧是年度大爆款 观众们磕糖磕的飞起 恨不得他俩原地结婚 虽然每部剧都在线发糖 但剧外孔孝珍却非常低调 很少吵CP和这些男主们都是好朋友 还独自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 而且他正是公开的男友并不多 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和柳成范 分分合合长达十年的恋情 早在2002年拍摄《华丽的时代》 就与男主柳成范 因戏生情走到一起 两人的恋情也因其网络热议 因为男友柳成范的颜值 被吐槽与他不搭 曾凭借生死决断走红 不过两人交往一年后分手告终 这对不被看好的爱情 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正当众人以为 他们就这样形同陌路时 2008年却旧情复然 时隔多年重新走到一起 而后经常被卷入结婚的话题中 但都被双方否认 柳成范谈到孔孝珍的直言 她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女人 不仅包容挑剔的自己 并且还无条件地爱护着她的家人 曾两人珍惜彼此 这次他们爱得很高调 也全身心地投入了这段爱情 然而在大家都以为 他们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 意外的2012年突然宣布分手高中 结束长达10年的感情纠葛 原因被爆出 柳成范当时想要把重心放在事业上 而32岁的孔孝珍恰恰相反 觉得到了结婚的年纪 两人因此产生分歧 对于爆料传闻 当事人都没有回应 甚至不少人替孔孝珍感到惋惜 付出10年的青春 依然没能换来幸福 复原单身后 她把重心放在事业上 直到2017年 才宣布与小自己2岁的李珍旭恋爱 可惜公布恋情3个月后 便分手高中 原因是聚少离多 造成感情破灭 而她的前男友柳成范 2020年宣布 与外籍小女友结婚 生下孩子 一家三口过得非常的幸福 他们曾经的爱情 正是画上句号 之后她就没有再公开过恋情 专心搞事业 孔孝珍的长相非常有争议 有人说她长相平平 甚至撞脸小沈阳妻子 沈春阳 但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拍啥火啥 搭动谁谁活 而且她的时尚资源特别好 到处出席时装周 1米72的身高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高挑均匀的身材 让她可以驾驭不同风格的造型 时尚大片充满艺术感 高级又具有辨识度 孔孝珍在私下里 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让人越看越舒服 她在社交平台上非常接地气 照片一般都是直出不修图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女明星 仿佛就是生活在 你我身边的普通女孩 时常记录 与朋友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整个人是由内而外的放松 让人看了就自在 她的这种潇洒坦率 自由随性 成了所有女孩子们 向往的模样 她还创建了 以环保为理念的品牌 从品牌建立之初 就天天在店里忙碌 甚至连店铺的装修 都一手包办了 装修的时候 颇有点包工头的感觉 虽然不是第一眼美女 但42岁的她 素缘状态 真的是秒杀一大票24岁的 谁看了不说一声项目呢 如今 Oni已经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希望早日看到她的付出新作品 我们在资源自身的幸福 我们在资源自身的幸福